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还有就是 之前不是说要恢复这个真兵制吗 在2024的1月1号会开始实施嘛 那么国防部呢也有发放这个 全民的国防手册 行政院而少小组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会议就有提议说要发放各个年龄层 都适当的安全教材 但是蓝营却质疑说是要训练娃娃兵吗 对此行政院特别澄清说 相关的新闻评论引用错误 呼吁不要再以额传额了 特别罗炳城还强调说 这个没有特别提议要求 幼稚园的小朋友 要学习辨别炮弹这件事情 只是建议国防部跟教育部 将全民国防手册用 儿少生长一懂一读的 这个方式的版本 让儿少生长也都可以了解 好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 有打仗战争要如何避难跟疏散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看到有人说 这个也不要就看到黑影就开墙 那么但是也有人说呢 但是这个小时候有一些防空演习啊 那这有什么呢 好这个是呢 其实蓝绿 两边呢都有特别自己的一些说法 但是王潜秋就说啦 这是炒作仇恨跟蹭话题 这些人脑袋有动 然后甚至呢 也有人说不好好处理两岸 现在难道是要把这个幼稚园一并纳入吗 也是觉得匪夷所思 而另外李德维就说这个民进党什么时候呢 要把该做的事情分辨清楚 不应该把所谓的全民国防无限上纲 那么这个朱凯翔他就说啦 但他有点出一个问题啦 他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啊 你不是应该要保护老弱妇孺吗 保护小朋友都来不及了 那要让他们辨别什么炮弹声啦 要辨别什么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荒谬呢 那么台中市长卢寿彦就说 对于这样的说法 他是表示不以为然啦 我们就要来看看了 那么现在呢 网友怎么说呢 网友说这样看起来好像北韩哦 北韩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措施出现 他说难道未来未成年的人 也都要上战场当娃娃兵吗 现在儿少也有用签字文来澄清了 说以这个分辨炮电声响举例要提醒 要确保儿少能够具备自救 还有应变的能力 以及呢像是这个版本 其实是要针对不同的年龄层 做出的友善阅读 也就是说这本手册推出来呢 其实希望小朋友 国小生也都看得懂 但是其实还是有人觉得说 这样好像听起来是想要把孩子推上战场 那您认为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特别留言给我们了 我们就持续来掌握的是 刚才有说就希望呢 包含像是幼儿园在内的高中以下的学校 要定期办理所谓的战备演练 就远上次我们小时候会碰到的防空演习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 连小朋友都要去辨别这个炮弹声 那行政院有澄清啦 说是建议全民的国防手册 要有易读还有易懂的版本 没有要求幼儿园的小朋友 要去辨别什么炮弹声啦 可是在野党还是很不开心 认为说执政党现在 这个处理两岸的问题 根本就是让问题更加严重 行政院儿园小组建议教育部将高中以下 包含幼稚园一起纳入全民国防 然后定期进行战备演练 那么这个也引发很多外界的一个关注 认为现在民进党执政 没有办法有效处理两岸的一个问题 然后除了兵役要延长一年之外 而且现在针对整个高中以下的 全民国防教育战备演练也要去加强 那么也让大家看到了现在 民进党对于两岸无能处理相关的一些问题 迫使全部的国人 进入一个兵凶战围的一个险境当中 那我们认为就是增加国防的一个能量 是需要的 可是如何去处理两岸关系 让全国的民众能够避免陷入战争的处境当中 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要问问连幼稚园都有需要吗 当然我赞成当学生在某个阶段 让他接受国防的教育或者国防的书 我赞成 但是真的要到幼稚园吗 我觉得教育部要好好检讨 总统蔡英文日前有宣布兵役要延长一年 那么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他是持反对意见 甚至他还骂国民党 说民进党说一年 那国民党居然还傻傻跟进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民进党考虑了半天 蔡英文说这是他非常困难的决定 然后在年底之前宣布说要延长一年 国民党居然说有条件的支持 支持原意 那这不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在走吗 自己想想看民进党检讨九合一败选 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兵役延长 这个票投民进党七年上战场 所以呢 他们现在才要把这个抗装宝台改成和平宝台 就怕说战争就等于民进党 民进党就等于战争 那国民党还跳进来说有条件 你国民党你要有你自己的主张 跟你自己的政策 我们想想看马英九主政八年 马英九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他主政八年海峡两岸风平浪静 对不对 一点都没有这个战争的紧张 民进党主政了六年 两岸搞得兵凶战危 什么国际组织都进不去 那民进党说马英九出卖主权 马英九什么地方出卖主权 民进党又什么地方获得主权 我觉得这个道理 跟这个民众讲 民众一听就懂嘛 那你国民党要想想看 民进党把两岸搞得这么紧张 对不对 然后呢这么紧张以后呢 这个民进党就说 因为这么紧张 所以我们要延长兵役 所以青年将来可能会上战场 那美国很想把台湾乌克兰化 那国民党有没有立场 国民党能不能大胆的跟美国说 我不是你的棋子 我不要乌克兰化 我不要逼我的青年上战场 我不要变成豪猪 我不要变成自卫 国民党敢不敢讲 民进党不敢讲 国民党有立场啊 国民党如果2024想要拿回执政权 就必须要导正民进党的错误 就必须要跟美国表示出态度来 你不能说美国跟老共两边 就好像决定了台湾的前途 台湾自己要讲话 我们要怎样 我们希望怎么样 我们不希望怎么样 国民党要做执政党要有勇气嘛 你老是跟着民进党后面跑 那票投民进党就好啦 那干嘛投你国民党呢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对馬尔颁 踪一下 你 лю né 你还能帮你 好 bu 你是